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怎麼在Google Earth Studio裡面 把你在Google地球裡面 所製作的客製化KMD檔案 可能利用 使用客製化的圖標 或者是建立自己的多邊形 甚至是套底圖案 都可以把它匯入到 Google Earth Studio裡面 來製作出空拍電影的這種效果 首先我在Google地球裡面 我先建立了幾個景點 這幾個景點包括 首先我們先看一下在 智慧教育中心這邊 在這裡我使用了客製化的圖標 所以你可以在這裡 按滑鼠的右鍵內容 我們就把原本 一般都是圖定式的 樣式我就把它改成 使用自己自訂的圖標 這樣的話呢 我就可以讓它在地圖上 就看到這個地方的照片 接著呢 我有在幫它製作的一個 這個區域 就是你現在看到這個 那你可以看到呢 它在這邊 除了有 半透明的填滿以外 我也有幫它加上這樣的線條 此外呢 我也把它的海拔高度 上拉高一點 並且把它向下面做延伸 這樣我們就可以 產生這樣的一個效果 那麼其他兩個位置呢 也是類似的方式 然後在這邊你有看到了 再來 我們來畫園國小這裡 這樣 那設好這三個景點之後呢 我就把這一個檔案 在上面 另存為 KMZ這樣的格式 那更要記得 因為我們用客製化的圖標 所以你必須要使用 KMZ這樣的檔案的格式 你用KML 它就不會 把這些客製化圖標 帶過去 那這樣子 我們在Google地球任務 就完成囉 接下來呢 我們可以進入到 Google Earth Studio 我們就直接開啟一個 空白的專案 那它預設的這個 影片的長度是450格 那麼大約就是15秒鐘左右 如果你覺得不夠的話 可以在這邊 增加它的影格數 或者待會我們進去之後呢 你再來做調整 都是可以的 接著我們就可以從 疊加層這個地方 把你剛才輸出的 KMZ這個檔案呢 從這邊上傳 那我這邊呢 這裡有一個 KMZ檔案 就把它打開 可是它發現這裡面 有缺少一些圖檔 那我就可以直接 從匯入圖檔這邊 找到我們剛才 在客製化 地圖裡面 把它所用到的這些圖標 或者是你套疊的圖案 的檔案 一次選到它 這樣子 它就會直接匯進來了 那我們可以 點到這裡 點兩下 檢視看看 看看你所指定的 這些地點 它的這些資料 有沒有進來 如果你覺得地圖上 顯示的資訊太多 我們可以從 視野這個地方 找到地圖樣式 把它設為不顯示 那這樣呢 就會很單純的 只在地圖上顯示 你所設定的這些圖標 資訊而已 接下來我們就準備 來做動畫囉 那你可以先找到一個 你覺得比較適合的 開始的位置 假設我在這邊 我就按下這個 這樣它就會自動幫我把 關鍵格加入進來 接著呢 我們就 往後移動 假設我大概到 120格的位置 好 那現在呢 我可能就稍微 轉換個角度 然後我可以靠近一點 OK 那我想到這邊 我就要按下 這個 產生關鍵格 這樣就有了 接下來呢 我們就可以接著再往前進 喔 比如說到這裡 好 那我想要進到這個 畫人國小這裡 我就畫人國小點兩下 好 那進來之後呢 它預設會是由上空 直接往下看的那個角度 那我們按下滑鼠中間 往上拖曳 我們就可以看看 你想要看的角度 是在哪一個方向 好 假設到這裡 我一樣按下這個 關鍵格 它就會幫我把這些屬性 都自動加入關鍵格 那萬一如果我們做錯了 可以把它選起來 做按DLETE 或者是自己手動這樣 直接去調整它的位置 也是可以的 那我們就可以先稍微看一下 這樣子 好 我把中間泡疊層的部分 我先關閉 你可以先看看 我們現在就是一個 由外面進來 然後再進入到 這邊 這樣的一個過程 好 那在左手邊的話呢 你就會很清楚 看到整個動畫的 會順進 這樣的路徑 那這裡有一個小技巧 就是如果您覺得 這樣子跟著鏡頭晃 會比較 會看的話 您可以先把 這個 防整路徑顯示出來 那這樣子 它就不會有 跟鏡頭晃動的一個 順機的動畫 它就很單純就是 把路徑顯示出來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可以再進去往後 好 假設到這邊 OK 那我一樣 把剛剛的疊加重 再顯示出來 那這次可能 我們就先到智慧中心 我們就點好像 一樣的滑鼠中間滾著 我們把它下來 那看您覺得 要在哪個角度 調好之後 一樣 加上關鍵額 接著再往後 那如果我們在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這邊 有個數量比較少 所以不夠的話 我可以直接 到專案的設定這裡 來把它的 並格長度加長 比如說這邊加到600 那我就可以 再看我們另外一個景點 在中華國小這邊 一樣的 我們找到我要的角度 好 我再把它加上關鍵額 那現在呢 我們就可以 直接先播放看看喔 如果這個中間 你有覺得 不是很滿意的 這個位置 或是速度有太快 太慢 我們就是針對這個中間的關鍵 來做調整 好 像這樣子 所以前面到這邊 應該沒什麼問題 但是進到這裡的時候 這個角度 我覺得還不是很OK 所以我把它掀起來 在這邊 我就先把它刪除 好 那你刪除之後呢 一樣我們重新 回到我們的套疊層 設定的畫能 由小這裡 OK 那一樣的 你就可以重新再找一下 看看哪一個角度 比較OK 好 然後再過難一點 好 再把這個關鍵額加上去 那你可以先看看 這樣子 所以它從這邊 然後過 那這樣這個過程 我們就 比較好看到這一塊 當然其實這個 攝影機的這些角度啊 其實事實上 都還可以做一些文條 如果你想要讓 攝影機在飛越景點的時候 不要像這樣 直接就過去 那我們可以 學習一下這個小技巧 你可以把 這個關鍵格先複製起來 然後再往後一點點的 位置在一個貼上 但是呢 你這樣貼上的時候 其實它並沒有禁止 雖然它上面的位置 是一樣的 但是因為我們 在關鍵格的前後 這兩個呢 其實會有一個 反入、反出的一個效果 所以我可以先把 前面這個關鍵格 全部拳起來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 反入 如果這邊沒有變化的話 你可以先把它設為步驟 然後 步驟是有點像定格 我們會發現它就把 前後兩個就 移除了 然後我們再來加上 反入 那後面呢 我們只要做 反出就好 這裡一樣沒有出現的話 我們就先把它變步驟 然後再把它變成反出 那這兩個關鍵格之間 就沒有變化 所以你看我當我們移到這裡來之後 這裡就是定格 在這裡一段時間就是定格 好 那至於定格的時間多長 你就可以自己來去定格 所以我們像它用標準的速度播放一次 這樣到這邊就停下來 好 那後面的這個其實也都一樣 就是一樣的做吧 那另外呢 後面這邊 你看 當我從這個景點 要到下一個景點的時候 我發現它看的位置好像 就是瞬間的方向 對 那也沒關係 我可以在這邊 比如說在這裡 我就 用滑鼠的中間鍵 我把這個方向改變一下 看向中華國小這一點 一樣的 我就加入傳線格 好 那這樣子呢 它就會從我剛剛 在智慧中間這裡 慢慢的 就會轉向中華國小 然後這樣就可以 進到這個地點 好 所以呢 其實有些就是這種關鍵格 小小的調整的技巧 你們稍微注意一下 這樣我們的整個動畫 就會更加順暢 最後 你就可以按算會 不管你是要變連續圖導 還是要變影片 通通都可以 好 最後我們再補充一個 調整動畫的 一個小技巧 就是如果你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可以看到 現在我們左手邊 它進到這個點 然後呢 再過來這邊 它會放到另外一邊 好 那如果你想要做這個調整 你可以把這個關鍵格選下來 那麼你在地圖上 就會看到 它會用 藍色的點亮起來 那 這個點其實就是 跟我們用被子曲線一樣 你可以 移動這個節點的位置 像這樣 右手邊 就是我們的攝影機 然後呢 你現在移動了 所以我們現在再來看一下 它就會變得 像這樣子 過來 然後呢 再過去 那 如果你覺得 這樣這裡有點歪歪的 那我也可以透過這個被子曲線 調整 拉一下 甚至我再往下拉一點 這樣都OK 這樣都OK 所以 我們就可以再看一下 從這邊過來 慢慢的 它就上了 好 會有一個這樣轉折的動作 那這些 小技巧的話 你都可以像這樣 再去做一個調整 找到 你覺得 比較OK的位置 比如說在這裡 就會滾到過來一點點 這樣比較看得到它 那 變成 這中間這一段 好 往後退 它就會慢慢的再轉向這邊 所以像這些 就是它的 整個攝影機的動畫 節點 其實它都還蠻有彈性 可以做這樣整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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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